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从陌生到熟悉 在书上这么一段流利的课语 老实说它有秘密武器 学离语 唱山歌 这样社会画的教学方式 学课语其实也可以很轻松 民事新闻何乃强 陈小青 台北报道 台北市有一位退休的小学老师 花了十年的时间 独自完成国内第一本 收录苗栗和新竹两种版本 客家词汇的课语字典 看客语版本的笑话吗 没问题 只要翻开这本书 保证让你开怀大笑 想说客家话却说不出来吗 翻开这本客语字典 因为马上迎刃而解 这本客语字典是徐兆群 花了十年的时间 独自完成这本两万多个词汇的字典 同样的罗马评音 还可以应用在这本 世界名著《小王子》的书上 徐兆群的下一个目标 就是要将最近几年出现的 新名词翻成客语 让客语也能跟上流行 女士新闻何乃强 陈小青台北报道 南投县国姓乡 梅林客家聚落 虽然农村逐渐没落了 但是在社区民众的努力下 社区总体营造 做的还是相当成功 走进梅林社区的农村博物馆 看见的是阿公阿嬷 当年夏天的农具 说说的当年客家人 开山辟地的奋斗精神 梅林社区位在国姓乡 北港溪的上游 清朝时期招募大量的客家族群 来这里开墾 形成客家聚落 9A地震后 社区民众思索未来的出路 早错属于自己的精神与特色 在这里小朋友唱着山歌 跳着传统舞蹈 梅林的客家精神就在这里一代一代生根 那我在这边看到是大家的团结合作 那尤其我们非常羡慕 就是说他们把在地的文化 能够不仅是在他们的建筑上 还有在他们生活文化当中都展现出来 在社区义工的代理下 陈玉秀还参观了有60多年历史的糯米桥 这座桥梁的桥墩 是用糯米、红糖和石灰搅拌成的山河土做成 也是这个客家聚落 在当年困苦环境之下智慧的结晶 明镜新闻李昆席南投报导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位住优优优独播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